厄棍正品啊 简阵悬浮球 这是独有的一个标志啊 有厄棍两个字 然后呢下一步给老铁们介绍一下 咱们呢表面做工 咱们所有的工 表面啊做的氧化处理啊 然后呢表面做的都是哑光啊 哑光记住了 经常玩户外的老铁们 有经验的都知道 哑光漆面呢晚上熄光 而且不反光不刺眼 如果做亮面的话呢晚上会刺眼啊 呃还有呢就是说 咱们这个工身的厚度啊 刻意的 加强的航空轮7075 航空轮啊不是6061 而且呢工身是加厚的 绝对是工身加厚的 比 这些别的工啊 但不就不提别的了啊 比那些工啊工身要加厚 工身加厚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工身越厚 他的强度越大 强度大了他的稳定性就会好啊 呃第二步给老铁们介绍的就是咱家的工钱啊 工钱是纯进口的 不是原厂带的那个便宜工钱啊 这个工钱纯进口的有什么好处啊 第一不需要你平时去保养打蜡啊 咱们不需要你打蜡啊 记住了进口工钱啊 不用打蜡 那记住我说的话啊 还有呢 进口工钱最大好就是啥呀 它的稳定性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嗯 下一步再给老铁们介绍一点工片啊 工片进口的戈登工片啊 进口的 然后呢 工片底座 咱们的工片底座呢 要比他们呢 加长了 有的老铁肯定会问说你加长有什么好处啊 是不是重量增加了 这个老铁们你可错了啊 这个 短的工片底座跟长的工片底座 无非啊 咱们是增加成本了 但是呢 为咱们玩工的啊 安全去考虑 这多了一层防护 知道吧 这个安全系数无形之中就增加了很多啊 还有咱们整工的重量 有的老铁肯定会问了 说你的工身加厚了 工片底座也加长了 是不是工的重量会增加呀 老铁们记住了 如果你不相信啊 把什么工片呢 检震器啊 苗啊 工身检震呢 全部拆了它啊 拿咱家裸工 去跟那些啊 这个什么什么 恶魔呀 所谓的恶棍嘛 你亲自去秤一下 你看看咱们的工比他们重不重 你放心 咱们的工绝对不可能比他们要重 知道为啥吗 看这个咱这个工窗了吗 肯定也有老铁会问了 那你这窄工窗不容易打工壁吗 如果说工稳定 我告诉你是不会打工壁的 如果说工不稳定 你再宽也会打工壁啊 就是说咱们这工身虽然说加固了 工身加厚了 但是相应来说 他们的大工窗 把这地方加宽了 是不是 材质也相应的增加了 对吧 所以说 在整工重量来说啊 绝对不会比他们重 而且整工的稳定性 要比他们强很多很多啊 然后呢 老铁们 你们自己去分辨 自己啊 去辨别好与坏啊 老铁要编辞